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使用闲置的手机来挂机转名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说 它是通过网平台来获得的 就是通过利用闲置宽带 带宽这个网络来转取 使用闲置的机器调整好配置 挂在那里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批量进行实现 这个平台里面的话 它就是通过这个带宽 然后来获得 需要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能用就行 手机越多 咱们的获得就越大 对不对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的话 就是利用一个专门的机器 它这边有比如说是X86 或者是这种带宽的一种机器 那它的这种机器的话 使用会更高一点 但是我们刚开始做没有必要 对不对 因为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肯定是没有必要性的 然后第二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安卓机 推荐的话 就是先使用安卓机 就越多越好 打开匹配的话 就是说挂那就行了 还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难度 弄点生物费啊电费啊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天一击可以跑个30左右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操作的啊 第一步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网平台之后 里面有一个软件 就是这个里面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就是说它里面有个 你的一个配置 你把配置好 就首先的话 就是硬件的设备的一个 配置准备嘛 对吧 那条件在这里 一般是没有什么难度 反正是能用就行 啊 配置要求也不是很高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打开 这个某宝 某宝应用的话 准备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开起来 开起运行之后 保持它的一个 在线状态就可以了 啊 还是很简单的 对吧 首先的话 就是说我们打开 匹配模式之后 绑定好这个机器 然后就打开来 它会挂那里自己跑 挂那里跑的话 它会使用我们的 外货网络 使用这数据 然后它们就开始跑 总结来说的话 模式主要是这两个 一个是直销的 一个就是前面说的 那个批量 因为我通过这个网平台 购买它这个云产品 利用它闲置的带宽 从中获得收益 另一个模式的话 就使用安卓手机的网络来获取 放那里闲置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什么 一个人做200到300啊 还是可以的 毕竟前景还是很大的 不用担心它做几天就黄了 或者做不了了 反而是比较有前景啊 长期稳定对吧 手机也多 我们获得的就也多 补贴家用什么 还是很不错的 整体的话就是这样子 如果有想学习的话 麻烦大家三连支持一下 评论区发个学习 我会把这个发给你们好吧 本期的话就在这里 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啊 再见